表里山河三晋大地 山西简称晋 人口3700元 省会太远 提到山西 您的第一印象是 跟煤炭有关的人和物吗 其实不然 它的内在比煤层厚重得多 它与好邻居 陕西隔黄河相望 自古便有勤进之好 除此之外 毗邻河南 河北 内蒙 是华北与西北的交汇过渡地带 那为什么称山西为表里山河呢 从地形上来说 山西以山以水为界 因位于太行山以西 故称山西 东有太行 西有旅梁 两条主要山脉的鱼脉 也遍布省内 外有奔腾而来的黄河环绕 内有高山 外有大河 故称表里山河 在这些山脉中间 分布着大同盆地 新定盆地 太原盆地 临坟盆地 运城盆地 长治盆地 是山西形成了两山夹一川的地貌 我们换用地形图来看 在其东侧为华北平原 太行山将山西高高的拱起 四周山脉环绕 使得山西地形相对封闭 在古时一手难攻 也正是因为这一连串的盆地卧野 养育了山西大部分城市 奇妙的是 几个盆地恰好连成一串 沟通了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 与其东侧的华北平原 太原处于西安与北京的正中心位置 几乎是华北与关中的天然枢纽 除了黄河 山西还拥有母亲和坟河 以及东侧太行山 流出的海河水系 例如桑干河 卓张河等 几乎滋养了大半个华北平原 通常根据人文地理风貌 大致可以将山西分为四部分 近北地区 近中地区 近南地区 近东南地区 首先我们来看近北 三朝京华 两朝重镇 梅都大同 山西北大门 中国九大谷都之一 恶守三省要道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寒来说 京京后花园 朔中 滴出黄土高原 却是一个美丽的生态园林城市 早在两万多年前 便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近北所跃 圣地舞台 新州 古称秀荣 九塞尊崇第一关 燕门关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舞台山 都在此地 三进门户 禁忌要塞 羊泉 一座新兴工业城市 跌出东部发达区 与中西部的结合地带 是省会与石家中中间的枢纽城市 屡梁 红色革命老区 矿产资源丰富 是山西最年轻的地级市 旅梁山纵冠南北 风景秀丽 锦绣龙城 空带山河太原 居天下之兼备 金四赛之要宠 恐无缘之都义 晋商故里 晚清中国金融中心 拥有我国仅存的四大古城之一 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紧接着是晋南地区 华夏瑶都 九州之央 林坟 冠军侯获取病故里 华夏民族发祥地之一 黄河文明的摇篮 关公故里华夏故地 运城 女蛙补天 皇帝战赤忧 与凿龙门等故事均发生在运城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太行之天 宇天为党 常志 古称上党 西林太阅 东一太行 俯看华北平原 太行明珠 玉尽咽喉 尽城 山西南大门 所有河东平汉 三尽门户的美誉 表里山河英雄地 山西的确是英雄辈出 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礼目 魏清获取病关羽 鱼之公薛仁贵等 打槐树下的叮咛 还萦绕耳畔 虎口的咆哮 震耳欲龙奔腾不息 太行的威鹅 挺起三尽的脊梁 尽善尽美 多彩山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